中文字幕——YK 这两个末代国君的名字都是推翻他的后来者给刺世的,都含有大凶大恶的意思,名字给改了,相应的历史也改了,于是历史进入混沌期,现在让我们对照相关资料,窥探一下正史以外的历史真面目,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含义。 先看恶魔商周王周王的名字叫帝心,他登基时,正处内乱外亲的皮若时期,西腔、魏芳、南苗以及中原王朝的是狄东夷寄于中原,其中东夷是商王朝最大的编画。 一方面东征西逃,先后平定了鬼方、西腔、商朝短图第一次到达了渤海和东海地区,但是对东夷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有15万军队一直在东夷。 先作战,使得西线防守薄弱。此时的中方国被商王朝授予了在西部的征伐大权,国师政府强势上升期。 周五王联合西方驻部,串通东一军师江子牙东西夹击,周军指导昭歌,商王朝就此结束。 后世记载他残暴无道、八心韬干、国人祭祀、九龄肉池,以及秦间宁儿远闲人等等,都是人们按着后代的伦理道德,强加给他的罪名。 商王朝已经统治了几百年,基础毛固,天义民心都已顺理成章,作为商王朝的属下,谋反就意味着叛逆,叛逆罪的后果是严重的。 战争讲究出师有名,周文王也得给商周王罗列罪名,不然不能说服天下诸侯。 周人深知商王祭天,是代表天意的,所以发动战争时期,一直宣称周王无道,要他替天行道,取而代之。 但覆灭商王朝后,周武王并不敢称帝,只是将而称王,自此,整个周代再也没有更改称号。 尚书,对这段历史是有清晰的记载。 书中写道,展开全文武王放了积子周王的叔父,时任商朝太师,积子不但不敢积,反而像老师一样给武王上课。 武王请他出山辅佐,他说,我为臣婆。 于是,率领弟子,从人积商王朝的移老顾着五千余人,承传东渡朝鲜,在那里建立了积子朝鲜,武王放了积子周王的叔父,时任商朝太师,积子不但不敢积,反而像老师一样给武王上课。 武王请他出山辅佐,他说,我为臣婆,于是,率领弟子,从人积商王朝的移老顾着五千余人,承传东渡朝鲜,在那里建立了积子朝鲜,另一个著名的典故不识周素,说的是伯夷,书其兄弟俩,因为武王以臣氏君不仁不孝,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素。 伯夷,书其兄弟俩,因为武王以臣氏君不仁不孝,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素。 这说明,在武王伐咒的时候,反对念还是很大的,根本不像后人们所说的,咒王略,神人激愤。 九,尚书还记载了武王伐咒识的动员令,习牧是所列罪状,无非就是为父严是勇,婚戏诀四四不祭祀祖宗,婚戏诀父母弟,不善在家庭成员,以及亲信任用下级官员等。 那时候,还没有后来的忠贤概念和黑白分野,把武王神圣化和把咒王妖魔化,都是出自后来胜利者及其历史学家和文人的歪曲。 再看暴君秦始皇秦始皇,以一己之力而灭六国,对立面之大可想而知,且秦国一向被中原诸国视为鞭笔荣笛,此后的史书记载,多有中原立场特征就不足为怪了。 就连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直使,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比如,史记秦始皇本记,就对秦始皇过湘江有这样一段记载,秦始皇至湘山词。 冯大风,姬不得度,上问博士曰,湘君和神?博士对曰,本之,姚女,顺之妻,而葬此。 于是,始皇大怒,始行图三。 千人皆发湘山术,者西山。 秦始皇至湘山词,冯大风,姬不得度,上问博士曰,湘君和神?博士对曰,本之,姚女,顺之妻,而葬此。 于是,始皇大怒,始行图三千人揭发湘山术,者其山。 这段记载的是,秦始皇南寻到了湖南湘山词脚下,突然狂风大作,因阻断了秦皇渡江,秦皇暴怒。 他问博士,这山上祭祀的是什么神,竟敢如此作对于我?博士说是上古地窑的女儿,于顺的妻子。 秦始皇一怒之下,命三千行图,把湘山上的树木全部砍发。 这段记载,也成了秦始皇暴虐的罪证之一,历代文人也都引以为惧。 杜牧就句子写过蜀山雾,阿旁处的句子。 然而随着月落书院勤俭的面试,司马迁对秦始皇的描绘得到了颠覆性的逆转。 秦始皇不仅没有砍出湘山的树木,相反,他还下达一份特殊诏令,保护了湘山的森林。 2018年出版的月落书院藏勤俭。 5. 刊载了秦始皇进湘山的诏书,颠覆了两千年来人们的共识。 从这道诏令来看,秦皇不仅没有砍山,相反,他在保护森林,登向湘山,平山,其树木隐美,望落翠山隐南,树木见一美,其接近无法。 史记中的秦始皇与天斗,与地斗,与神鬼斗,天下之大为我独尊,神党灭神,佛党灭佛,是天下人为草剑。 但在秦简中,秦始皇却如此温善,亲近自然。 该信史记呢,还是该信秦简。 有人认为,江山,楚地也,六国之中最求秦的国家。 秦始皇南巡夸功于天下时,楚人恶之,乃边此谣。 而反感暴秦的司马迁走访此地时,恰好听闻此事,于是收录下来。 我们想象一下,像史记这样的史书都会有偏差,甚至与事实真相截然相反,那么也使了。 最后看看隋阳帝阳帝,与节奏一样,都是造反派成功以后的嗜好,阳,去离忍仲者也,意思是说,阳广暴君,重叛。 秦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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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论 足以说明即便是在唐代 也还是有人承认杨广的功绩 三 打通丝绸之路 609年 隋阳帝亲率大军西巡至张叶青海 在河西走廊设置西海 河远 善善 且墨四郡 打通了因战乱阻断的丝绸 四 反途超过前代 除了向西北发展外 向东向南军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 把领土扩大到安南及台湾等地 并在海南岛设置郡职行使管理 五 复兴教育 杨广恢复了国此建 太学以及周县学 韩氏子弟获得重振门庭机会 点击研究盛级意识 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 六 来调入共者众 突厥起民 克罕 我国主多利斯比乎等 来朝入共 突古魂等西域诸邦称臣敬共 除此之外 隋阳帝还曾多次普免贤良 相继四次大赦天下 强加在隋阳帝身上的 所谓淫义好色 是父淫母 不过是人们愈加之罪的结果 自古圣王败寇 成了就是在天宣化的圣王明君 败了 就是最不可赦的恶魔妖怪 历史上被冤枉的帝王和指这三个 历朝历代 大凡末代帝王 逃得要抹黑命运的能有几个 And来源 家长优学导典 I.D.J.A.Zanguse 百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编辑 九十第一部第二部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